如何在MC中寻找钻石呢 大致的方法有以下三种 探险、挖掘和计算 所谓探险就是在自然生成的矿洞中 沿洞穴寻找 只要寻找的范围够大 一定能找到钻石 但这个方法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而计算呢 就是通过青金石的位置 推算钻石的位置 或是根据粘土的位置推算等等 虽然在之前的视频中介绍过 但说实话 我自己平时玩的时候 都不会去算这些麻烦的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该如何用科学的挖掘方法找到钻石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钻石的生成位置 在洞穴改版之前 钻石会在16层深度之下出现 但这16层的生成几率并不相同 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到 5层到12层的区间 钻石生成的概率最高 而且相差不大 所以我们只需要在5到12中 随便选一层就可以 而在1.18版本中 由于地底的深度被扩展到了-64层 所以钻石的最佳挖掘区间 也变成了-58层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哪挖 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挖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鱼谷挖矿 但如果只是简单的向两边挖掘 挖多深全屏心情 那你可就做错了 鱼谷挖矿的本质 是高效地扩大寻找的范围 我们只需要先选取一个方向 然后在道路上每格三格 向两边挖5格深度 然后一直循环向前推进 如果两边挖得深了 就超过了稿子的最大范围 得在两边来回跑浪费时间 不用纠结五格后是否还有钻石 钻石在地底的分布是随机的 这意味着不管你朝哪个方向挖 得到钻石的概率都是一样的 而间隔三格的原因 是因为大多数钻石矿的宽度都是两格 不管生成在哪边 都能被我们发现 只有当钻石矿的宽度紧一格 而且恰好生成到中间的时候 间隔三格才会把它漏掉 不需要为它浪费过多时间 这就是传统去高校的鱼骨挖矿 除了鱼骨 还有单格挖矿法 先有红板门让自己趴下 然后笔直的向前挖掘 只挖一格高的矿洞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如果正常的挖 我们每挖两个方块 都会露出八个新的方块 上面四个 下面四个 如果只挖一个矿洞 我们每挖一个方块 都能发现五个新的方块 比鱼骨挖矿还要多一个 理由上来说是更有效的挖具方法 唯一的问题是出去的时候比较困难 建议直接向上挖出去 或者用滞留器定时回程 除了以上两种人力挖矿法 我们还可以借助供应的力量挖矿 简单来说 就是用TNT复制机位核心 做一个大型挖掘机 每一次出发装置 都能发射一枚免费的TNT向前开矿 挖矿机体积不小 但并不难做 先用圆骨仪还和银石 做出钻机头部 再用活塞 探测器 石墙 珊瑚 TNT 探测铁轨和矿车 做出TNT复制和发射装置 这里要注意两点 一是侦测器的朝向 二是探测铁轨和TNT 要用活塞推进去 因为直接放的话 TNT会炸掉 最后呢 用侦测器 粘费块 粘系活塞 活塞和炸烂门 做出推进装置 OK 一个完整的挖掘机就做好了 点一下活板门 接下就会发射TNT挖矿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你学会了吗 快去试试吧 B-B-B-B